说到公园的空间 不论大小都是提供给民众散步休闲的后收斋 像是树林口公园的完工就是最佳的见证 现在就带你快来回顾当天启用典礼 多位地方师生和民众到场祝贺的热闹情形 由诗园蔡淑君积极争取的树林口公园 日前已经全面完工 25号特别举行启用典礼 当天市府公务局长、区长及公所同仁 各里里长和上百位乡亲都一同到场庆祝 这个公园几岁起来对中国的环境 都变得非常漂亮 不过早期都有一些铁皮屋 都先当在那里不应对 经过我们市政府就几岁 用到这个争取 林口的乡亲是不是最棒的乡亲 是 我们是不是一定好好爱护这样的一个公园 亚的 我在这边真的 我刚刚看到了非常多的小朋友 我们在玩这个溜滑梯 那我在这边有一个不情之请 就是我们各位家长各位好朋友 我们在玩这个溜滑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小朋友的安全 那除了注意小朋友的安全之外 我们另外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把垃圾带回家 今天是我们树林口公园启用 那今天呢里长带来好多这边周遭的乡亲 有大朋友小朋友很多的爷爷奶奶 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今天呢景宽处也准备了500盆的疗愈盆栽 现在呢通通都发完了 那公所这边也很贴心哦 也准备了很多的就是一些告示牌啊 叫大家不要乱丢垃圾啦 还有狗狗的便便蛋 活动当天公所也利用这场聚会 向乡亲们宣导动健康运动 并由区长朱思荣亲自带领大家 跳一段互利保本健康操 随后邀请在场嘉宾一同剪彩 现场景观处贴心的准备了小盆栽 分送给每位乡亲 虽然公园洗洗了 问题每一行设施都很责专 尤其有留下的小朋友最爱 欢迎大家广东来公园 来运动做一个体建 我们真的很希望呢 每一位大小朋友来到我们的树林口公园 都能够把环境维持得很干净 那尤其是小朋友在玩这些游具的时候呢 更要注意安全 因为公园是我们大家的 我相信我们林口的各位好朋友 都是最棒的 一起来树林口公园吧 这座小而美的公园 各项健身及娱乐设施应有尽有 是民众平日运动休闲的最佳好屈住 议员在此也特别呼吁 孩童在游玩时家长在旁 要注意他们的安全 同时也请大家共同维护公园环境 永嘉乐记者林口采访报道